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刚开春水库又告急了 石门水库下游的渊山宴几乎被屋拟填满 沙洲再度浮现 为改善水源供述问题 水力属在大汉溪 中庄道渊山宴打造输水道及第二座集水区 工程还在积极进行中 对于解决汉象能有多大注意 除了全民用水量大 而专门缠水的供应事业浪费水电更是不熟软 去年六月封面过境 超大的雨量把板心水厂厂区泡在水里 水还没完全消退 工人就急着拉起水管冲起路面 让人不解的是 工人手里拿着一条水管冲水 还开着另外一条水管喷着水 像一条放肆的水蛇摇来摇去 人来人往 许久都没有人理会 天气放强了 地面被晒得滚烫 工人再度拿起水管冲刷地面 水才落地 马上被地表吸干蒸发 徒劳无功 原来水厂只懂得拼命冲水 不懂得善用其他工具辅助清洁 就算谁是自己产制的 也不该这样损耗 一般小民百姓哪经得起这般浪费呢 来关心新移民的权益问题 因为婚姻来到台湾的外籍配偶 要取得台湾身份证 往往要经过很漫长的流程 如果不幸失婚 还必须要拿出较高的财力证明才能够入籍 就算来到台湾多年 为了取得身份证 他们必须要先放弃原先国家的国籍 让他们觉得非常的挣扎与不舍 开始取得准规划的国籍证明之后 他们还要经过一个放弃母国国籍的阶段 那常常就是说 如果他们在这个阶段离婚了 有可能中华民国是不让他们规划国籍的 那其实也有一个阶段就是在这个地方 也是我们姐妹常常会遇到困难的 甚至呢 她也会非常的犹豫 她到底要不要拿台湾籍 因为如果真的发生什么状况 说真的 她是求救我们 我听说那个要办台湾生分证 政府固定每个月要三万七 不然谁管 五百万 对我来说我不可能 就算我跟这儿还 长得不是我和二十年 还不断这笔钱 印尼那边在我婚前所拥有的一切 都要放弃掉 那等同好像是我跟娘家那边要被隔绝的感觉 你也想参与公民新闻 但却不知道要从哪里下手吗 PayPal公民新闻平台 特别为大家举办了Try牌活动 我们下一场的活动是 4月20号在北投举办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上网报名参加 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